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不同角色之间还有不同的羁绊 这点就需要玩家合理的进行队友编排 来发挥他们最大的实力去打败那些敌人 像是神明 圣女又就是大家熟悉的勇者 此外 你也能去建造并扩展这些魔王城 尽量去采集资源来发展你的魔王基地 而游戏是以爽快的ARPG玩法为主 我们能够在战斗中化身为魔神来提高战斗力 每一个魔神都有自己各自的战斗方式和技能 总结来说 游戏的战斗手感不错 画面也很精致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世界中的最后一位魔王 那就来带领你的部下去创造新世界吧! 2.5次元的诱惑 天使们的舞台 是一款以动画2.5次元的诱惑为主题 采用了原作题材的战斗ARPG游戏 在这款游戏中 我们将会体验到 以cosplay来进行战斗的体验哦 其中游戏就有相当精致的3D画面 一些部分甚至还运用了动画的镜头 尽可能的呈现出原作中的故事 还有原创剧情等你来发掘 另外 我们也能填到完整的语音 以及跟角色进行对话交流来加深羁绊 战斗部分的话其实蛮有趣的 我们需要透过扮演不同的角色 摆出各种姿势来吸引地方coser 或者是摄影师 借此来提高他们的emotion 并获得最终胜利 当然 玩家也能透过抽卡来抽取喜欢的老婆 整体是款有着传统卡牌玩法基础 却以不一样的方式呈现给玩家的游戏 如果喜欢的话就来试试吧 诸神大乱斗 随款由ensisoft 推出 截了mobel 和大逃杀玩法的动作竞技游戏 游戏中的角色是根据罗马神话所设计的 而玩家才会在不同的地图上 与各种不同的神话角色进行激烈的对战 过程中你可以使用各种技能道具来战斗 目标就是要成为最后一个存活的玩家 因为融入了吃鸡的玩法 所以地图会不断缩小 让你会慢慢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 与其他玩家比拼释放技能的技巧和速度 借此来增加了游戏整体的挑战性 总的来说 游戏运行起来蛮流畅的 只是如果你是像大陆这样首层的玩家 玩起来的话可能会有点辛苦 喜欢MOBA游戏的玩家或许可以来尝试看看哦 当年糖豆人在推出并爆红了之后 市场上就陆续出现了不少同类型的派对游戏 但现在正版糖豆人也正式登陆移动平台 让更多玩家可以享受到远之远味的派对玩法了 糖豆人是一款多人派对的大乱斗游戏 主要获胜条件就是需要玩家生存到最后 然后就能利用得到的代币来购买新皮肤和表情等等 游戏有着非常多有趣的关卡 其中就有障碍赛还有各种充满趣味的挑战 而且除了经典的多人竞技模式 也能和其他三位好友一起游玩合作模式 共同享受这个糖豆世界哦 最重要的是本作是一款免费游玩的作品 这样大家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欢乐的派对体验了 有兴趣的话就赶快下载进入糖豆世界吧 工匠与旅人是款3D模拟经营类游戏 游戏中也将化身为弗朗兹家族的后裔 在特拉伦大陆上继承家族的领地 我们身为一名镇长将肩负起扩张小镇的使命 比较特别的就是小镇上的主要军民工匠 以及各个造访的冒险者们 工匠的话是负责建筑和生产的部分 像是打造和修复建筑、经营贸易 还有打造农业生产线等等 冒险者们就是负责战斗的部分啦 例如开拓荒野、探索新领地 还有扮演守护者的角色 而你要做的就是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 像是升级建筑和派遣 冒险者们外族探索 共同促进小镇的繁荣 此外也能填到农耕、捕鱼和狩猎等乐趣 还能自由装饰领地与城堡 当然也少不了角色养成的部分啦 想体验拥有田园生活的奇幻冒险之旅 那就下载这款游戏一探究竟吧 家园、异星与猎人是一款以太空为背景 强了复古像素风格的冒险游戏 玩家就会扮演来自星环的猎人 为了保护被宅变分类的星球 而与各种奇异的敌人进行战斗 游戏在战斗方面其实蛮简单的 你可以安排三位主力猎人上阵 而每个猎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个性 战斗中他们会自动进攻 玩家则需要根据战况、释放技能 拖曳不同定位的角色去适合三位 当然也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风格 来打造出最适合自己的猎人角色 去对付像是流氓、乌贼、沙虫 甚至是巨型的洞穴恶魔等强大的敌人 想要与其他猎人一起探索星际的话 那就来到游戏中设定战略展开冒险吧 不知道这里有铁路迷吗? 如果你试的话 那你或许可以试玩这款Train King Tycoon呢? 在这里你能欣赏到逼真的火车和铁路模型 并可以自由安排这些火车出发完成任务 还可以解锁到不同国家的铁路模型哦 本作其实是一款方式策略类游戏 主要是透过收集和升级火车 安排他们出发收集资源和运输等工作 火车的类型也相当多样化 从今年的蒸汽火车、采油火车到现代化的火车都有 当然它们的数值都不一样 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有策略的安排火车出发 这样才能更快速的完成任务 随着游戏的推进你就会慢慢解锁更多铁路和区域 最后就能看到很多列车在模型上移动的画面啦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尝试游玩 来称霸这个火车世界吧 外送达人是一款休闲放属两层游戏 同时采用了金色的像素风格 游戏讲述被奥奇病毒污染的硬币 导致客人们都变成了奥客 所以你将大领忠实的佣兵飞影们 一起用灵魂来配送美食 让奥客们回复正常 并顺利的达成骑士梦想 玩家所需要做的就是透过不断的升级骑士 从基本的装备、武器、技能和角色素质等等 还需要组建师强的飞影佣兵团 因为他们将会成为你最强的助力 然后再借由狩猎怪物们所获得的食材 来完成外送来得到更多的金币 就能解锁后期需要消耗大量金币的养成内容 当然游戏也拥有许多有趣的副本 最重要的是本作的故事剧情也很有趣哦 喜欢放飞游戏的玩家 就不妨来体验成为最强的外送骑士吧 想要找一款快速养成可以迅速得到满足的游戏吗? 那你或许也可以适用这款披萨猫哦 做一次的猫咪经营系列将让大家进一家猫咪披萨店 同样的你将担任披萨店的主管 一步步经营并组建和扩展你的事业 在玩法方面操作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单手就可以轻松的享受游戏乐趣 而且你可以选择手动操作或开启自动模式 玩家只要负责派送餐点 然后收取盈利到指定的地点扩展店铺即可 所以随着游戏精度店里的设施也变多 同时让你变得更加忙碌起来哦 这时候就需要聘请猫咪员工来帮忙招待 源源不绝的猫咪客人了 想要帮助猫咪们打造逼杀帝国 那就来到游戏中成为猫咪主管吧 那么这一集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 就让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给大陆一个赞、分享和订阅 那么就下期再见啦 祝各位游戏愉快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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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